歡迎加入荊州最前線三立場 先看 在AI世代當道的背景下 有一群亮點企業 他們其實並沒有AI的價值 但是他們卻能夠在中國製造業 傾銷的背景下生存 不打緊 他們還能夠接連寫下 百分之四十的毛利率 這些被使用在角落的銀家企業 在這一片紅海上是如何一帆風水的 接下來我們就帶你來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張圖卡 二零二四年當中 毛利接近百分之五十的企業 包含你現在圖表上看到的 航太零件的駐龍 以及特殊機械的樹紅科 兩間公司他們前三季的毛利 都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九 另外我們稍微往下看 有台積電加持的防火材料 製造供應商國炭科 是高達了百分之四十四點三一 但是這一個特殊機械主要業務 是軸承機械零組件製造商的瑞穎 你必須要特別看到這一行 他們也有百分之四十三點七四 前三季的毛利率表現 所以畫面上你現在看到 這種各種顏色的輪軸 整齊畫一 這個其實就是瑞穎的業務範疇 除了首推車的輪軸之外 他們還包括了自動倉儲 另外還有車庫們 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他們的毛利率就已經穩定在四成 中間到二零一 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他們的營收高毛利下滑 不過直到今年的前三季 目前都已經創下了十年來的新高 因此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要特別為您請教 金中開的副總編輯 萬年生先生 我們要來跟您請教的第一個問題 是像瑞穎這樣的公司 他們是怎麼有辦法穩住四成 這樣子的毛利率 是的 其實第一個地方 就是從他的技術來看 就是他專業的 所謂技術的核心忍耐非常強 因為這個董事長其實最早是黑手學徒出身 他的技術累積到現在已經超過五十一年了 所以這個技術的底子非常深 對他 其實他非常自傲的是 他們公司的團隊可以研發自己 自動化的機台 那一個機台可以抵中國大陸二十個人力 然後他的垂直整合非常的強 原料一進去 然後不管是任何的產品 有不管液材料 有塑膠的金屬的 全部都可以在那個 自動化的設備 一次把它生產完 那另外第二塊我覺得比較關鍵的是 他的那個策略的選擇上面 那因為一般人就是可能會 要充營收 要充規模嘛 可是他就是會 敢於說如果中國大陸可以做的 或是客戶要求是這種比較 重視價格的訂單 他可能就不會結了 那他一路 當然成功也有幸運的成分 他一路從那個溜冰鞋 那時候溜冰鞋剛崛起的時代 然後還有手推車 然後在最近那個電商非常夯嘛 電商的自動倉儲物流 需要用到的這個精密的這個零件 他也可以很快速的 然後因為他公司才一百五十 但是他非常 因為剛剛講的自動化生產 所以他非常順利的 然後品質交期都非常好 他講說客戶如果禮拜一下 但禮拜五他就可以出火櫃 就是送出去 所以速度上非常快 然後所以他一路就切進了 那個全球非常知名的電商龍頭 就是他的客戶 就是所以我們這種電商購物 你我們每個人在購物的話 其實那個背後都有這個台灣 這個這家引擎冠軍的 這個身影在裡面 是 另外我們要來看看一下 我旁邊的這一層膜 他號稱高機能膜 厚度只有0.01公分 他來自頂基先進的材料 頂基這間公司他們的主要業務 除了你現在看到這個薄膜之外 還有包括了油風管帶等等 我們一樣拿這個圖卡來看 我們一樣從2015年開始做比較 在2015年的時候 當時頂基的毛利率是20.9% 到2021年的時候 開始有明顯的上升 但是一路到了今年是直接打增了20個百分點 甚至EPS的部分還成長了390% 因此第二個問題我們就要請教副總編輯 究竟像這種高機能的薄膜這類型的產品 到底是為什麼可以獲得市場的青睞 他們的優勢又在哪裡 好的 其實這個TPU這種薄膜 它其實性質是蠻特殊的 它是介於那個塑膠跟橡膠之間 然後它材料非常可變化 然後溫度的接受度 耐受度 加工度 還有它是非常環保可回收的這種 符合這種最新的這個ESG的這個趨勢 那另外頂基它高毛利的原因是因為 它在2008年的時候 也是放棄了所謂比較低毛利的運動用品 或者是紡織相關的訂單 它供到車用或是生機醫療 這種比較高附加價值的 那因為大家知道說 它的這個材料非常特殊 所以它很會去幫客戶 去開發客製化的一些產品 例如就是最新那個 全球醫療微創機器手臂的龍頭 它需要有一個保護膜去 在它的機器手臂去微創手術 深入到人體的脹氣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隔絕 跟有很好的功能 所以這個頂基就幫它開發 這樣一個特殊的產品 等於是說它這樣的材質的特殊性 跟這個特性 它可以幫很多客戶開發 它們需求需要的產品 所以是非常適合客製化 開發的一個材料 所以它如果它那個放棄了 這種所謂低毛利 大量生產的訂單 它就有機會去供這種高毛利 跟附加價值更高的訂單 是非常謝謝副總編輯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禮拜 要提供給您的 荊州最前線三例搶先看 我們再會